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StreetBuilder 那么通过API来看一下StreetBuilder这个类 好,我们这个是指的是 Street,找StreetBuffer 这是StreetBuffer,对不对 让它先放这 然后来,我再打开API 让它再来一个StreetBuilder StreetBuilder 那么StreetBuilder它也是扎点浪这个包下的 来看它们俩 我们先看它的构造 大家看,它的构造是不是一样的 再来看它里面的方法 额碰的这样的方法 那里面额碰的方法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然后再往下走 一直到末尾 好,2Street 看它里面,一刀末尾 2Street,Substreet 是不是都一样的 所以StreetBuffer跟StreetBuilder里面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那有同学就问了 说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好,这其实它也是面试题 来,我们来看一眼 StreetBuffer和StreetBuilder的区别 StreetBuffer是GDK1.0版本的 是县城安全的,效率低 它是县城安全的 我之前给你举过县城安全的例子 对不对 就相当于你上厕所 厕所有门,门上有锁 那每次你进去之后呢 你会把这个锁锁上 然后什么时候你执行完之后呢 其他人才有资格去执行 那么你在里面执行的时候 你就是安全的 但是效率会比较低 因为每一次来都要判断 门是否在锁着 这个效率就降低了 对不对 然后StreetBuilder呢 是GDK1.5版本出现的 它是县城不安全的 它的效率会比较高 那么你去厕所 厕所没有门 直接就可以进去 对不对 但是你是不安全的 因为很可能 你会暴露在别人面前 所以这就是它俩的区别 等到我们学到县城的时候呢 还会详细的去说它俩 然后说到这里呢 咱们再总结一下 Street和StreetBuilder StreetBuffer的区别 那么它俩什么区别呢 Street是一个 不可变的字符序列 而StreetBuffer StreetBuilder都是可变的 它们俩都是指的 字符刷缓冲区 那么它们俩的区别 就在于是安全不安全 同步不同步 那么安全就是同步的 不安全就是不同步的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面试题 那么经常会这样去问 说Street StreetBuilder StreetBuffer的一个区别 然后首先说StreetBuffer 和StreetBuilder的区别 再说一下Street 和StreetBuffer StreetBuilder的区别 这个好理解吧 希望大家把它重点掌握一下 好了 那么这支支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我说一下 StreetBuffer的区别